郝育娥 請教妳 未來妳打算怎樣 上訴不上訴 我真的很 我佛時在這個狀況又回到 4月12號那時候 檢察官說妳認罪我就給妳緩刑 現在是我認罪我就真的變緩刑 就是那個掙扎又回來了 然後我覺得 我很像站在一個鋼索上 然後我不知道哪一邊的力量 會Push我下來 就是我身邊的人當然 我先生例如說 或是我自己內心一部分 已經講說我要不要再 試著相信一次司法 因為我在那天宣判的當下 我覺得法官 他看著我的眼神 是有一點無奈跟愜意 然後說我們相信 郁文妳過去未來 過去現在跟未來 不會再受犯法律 我們也相信 我們不應該讓妳真的 實行這個刑度 所以我們給妳的緩刑 那妳就再想想這樣子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 就是法官妳其實相信我 但是我覺得妳好像受了什麼壓力 然後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想說 好我如果今天真的上訴到了二審好了 二審法官會不會也是 我其實這些證據交出來 妳信我但是 妳還是背後有什麼 我看不到的東西 我沒辦法去對抗它 然後結果還是一樣 然後故事又還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 我到現在我還在思考 我還是理不清楚說 哪條路是好的 那我要對抗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要怎麼樣去證明我自己 上訴啊 當然應該要上訴 因為最壞不過就這樣 當然是要上訴 不是因為檢察官上訴 檢察官認為說 他提出那些加班被法官都不理 所以當檢察官上訴的時候 你們也要上訴 如果你不上訴的話 整法官會覺得說 就檢察官覺得判得太輕 他們當事人都接受了覺得很好 所以告訴你當事人也不服 為什麼我有罪 這樣的話才能夠平衡對抗 對法官的心證 如果你是法官想說 他不服 他也不服 他不服他服了 你認為有什麼差別 反正再去跟律師什麼好好討論一下 謝國良 基隆 連續兩天在台鐵基隆站發文宣 為什麼 因為好像快車他爭取到 台鐵基隆 因為基隆很多人在台北上班 那個時候我記得他選舉 他跑到台北車站來宣講 網路說你違反規範 火車站怎麼可以去 搞什麼罷免活動 謝國良說我只是一個市民 我也沒帶了大批人 因為很多人在批評 謝國良怎麼都是情攤引資 他說我有沒有搞一堆競選 你到底要去 我是一個人去 我是一個市民 我不能去嗎 這是我跟市民互動的權利 謝國良說我也沒有談罷免 所以我也沒有違法 我沒有在那邊說 你們不要罷免 我要不要罷免 沒有 他拼不去火車站講這些東西 另外謝國良跟民眾黨的議員 一致同台 希望拉民眾黨的力量在基隆 另外呢 佩祥 下一個就是你啊 到底怎樣 我們看一下 如何 我們服務的一些項目 參訪文創空間 機動市長謝國良 特別在上民眾黨 新北市長部主委陳世軒 似乎在用行動說明 反罷免 藍白站在同一陣線 自己也趁上班之前 與通勤族面對面的寒暄 對於任何手勢都很敏感 必定自己正在進行市長保衛戰 不過這樣走入車站 也被綠營質疑有為台鐵規範 如果要當作選站再打 那麼就要照選舉的規則來 謝國良市長他所站的位置 是在二樓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所有選舉的候選人 都不能夠進去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過程中大家都了解 我們也不太談到選舉的部分 我們就是多談的都是政策 所以請大家放心 所作所為 無關選舉要綠營 別見面欣喜不過之前公視的 拆量宣傳片裡藍也質疑 謝國良的片段與罷免方的比例 不公平 帶回向NCC檢舉 謝國良出現畫面35秒 回應罷免理由只有短短的7秒鐘 好這就是公視台與台 所謂的台灣記事部如此的偏頗 很遺憾再度看到 國民黨呈現眼中只有藍綠之分 並無是非對錯的現象 這樣的雙標實在讓人感到十分的荒謬 在二階段確定過關之前 兩方已先交手好幾回 南北強 下個就是你啦 嗯 原汁我會比你先 不用再說 不會 別跟我一遍 我會先去幫你 謝謝 其實我第一點先跟大家先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會去在路口的原因 因為基隆有10萬同情族 那這些10萬同情族是真正在基隆 我個人認為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 30幾萬市民有10萬同情族 基隆市工作人口只有17萬 有10萬人在雙北上班 民眾才有民眾 10萬人雙北上班 裡面有1萬5千人搭乘火車 到台北上班 所以說這1萬5千人 都是在台北工作 新北工作最辛苦的基隆人 國良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就常在那邊跟他講說 加油打氣 說上班加油 然後遞個面子 然後說希望說他們能夠好好上班 至少有人再希望問 其實國良在選上之後 他在逢年過節也會去 我跟他不一樣 我是自己站在路口 我跟他兩個住房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希望說 出外的基隆人 至少說有人說 我們會想辦法是幫你們忙 不管是在通勤上面 還是再把這城市變好一點 這是為什麼他會在那邊做出新 他會在家直播 為什麼他會一個人去 因為我的態度是因為 我不想說一群人過去那邊 人家要上班 人家在車站要上班 一群人在那邊 其實會讓人很不舒服 我一定要很辛苦去上班了 然後你在那邊給我作秀 你就乾脆一個人在那邊 什麼都不帶 你就一個人在那邊打招呼就好了 人家知道你在就好了 不要講那麼多政治語言 剛剛講那句話的議員 他自己曾經笑過我 怎麼在路口站 最後面到選前30天 他自己跑出來站在那邊 帶了一群人在那邊 阻礙交通 所以說我就覺得很沒有必要 你這種政治口水 這種說真的 雙標這件事情 我已經懶得再講了 如果你做一個11分鐘的報導 然後裡面要說 因為一般的媒體 是做所謂的平衡報導 4分鐘 6分鐘 這也算平衡報導 7分鐘 3分鐘 好勉強平衡報導 你11分鐘報導裡面 一個10分15秒 一個45秒 你跟我講這叫平衡報導 誰信你 所以這是哪一家公視 這是哪一家電視台 這是公視 變成是說我們會覺得 這種宣傳這種公器私用 公器濫用的情況 我們怎麼可以容許他這樣做 所以洪偉姐昨天跟我一起開記者會說 我們直接告發給NCC 告發給選委會說 這總是違反選霸法的事情 怎麼可以讓他繼續下去 如果說我們今天 公視都可以拆這個先例的話 所有電視台是不是都可以這樣做政治宣傳 只要未來有罷免案都可以這樣宣傳 包括針對業員資 所以說 所以說很現實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遇到這不管是怎麼樣 現在罷免已經變選局了 說真的 媒體不應 尤其是公家機關付錢的媒體 不應該變成宣傳的工具 所以謝國安 昨天你講得對 說他如果被罷免成了 接下來你們這二三十個 興風學雨 來 士卓 對不起 趙大哥 我先10秒鐘講一下剛剛那個 土力 主席講話太快 他怎麼講的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官司 檢查官司說你有罪 他說對 我有罪 你要告訴我我怎麼樣有罪 所以變成說 對 我有罪 這一邊就被剪下來 我說快速 對 他講話 我有什麼罪 什麼我有罪 這個我會請他一下 這個我快速回應一下 國安市長這個是這樣 昨天他邀請我到基隆 他是一個舊的公車處 已經沒有在使用 然後活化 請這個團隊進駐 現在變成一個Livespace 一個音樂空間 讓基隆的年輕人有機會 有點像台北這個紅樓那種概念 小型的展現空間 為什麼他找我去 是有原因的 當然大家會講藍白怎麼樣 原因是因為我在高中的時期 國安市長就在民間 開了一家經紀公司拍電影 你是男主角 第一個 簽的人 所以是什麼 他簽的人 對 就是他剛剛就拍電影 你拍了電影 這個就是更好笑的 因為我要出國讀書了 所以我剛剛想說 國安哥無條件解約 我要出國讀書 他說好沒問題 我祝福你 結果我到了澳洲讀書 他傳了一個簡訊給我說 士圈 我要投資拍電影 如果你沒走 你就是男主角 然後我就哈哈哈哈 我想說也不會紅 結果他拍什麼片 我知道 我的少女時代 對 我的少女時代 所以 所以我們是有過去的背景 所以說他今天在基隆 把這個大沙灣的歷史園區 他把它活化 跟這個藝文做結合 要有年輕人議題 他就找我 然後希望我跟他去 一起宣傳這個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我認真 士圈是被澳洲讀書耽誤的男藝人 太可惜了 我覺得這兩天 切國良他一直在火車站 然後外面拉票 很多民進黨的就會在那邊罵 就是說一個市長不認真市政 還在那邊拉票 不就是你們民進黨害人嗎 就是一個市長本來可以好好做事 週六也可以好好跑行程 結果民進黨為了要搶位置 硬要把人家罷免 我覺得可以這樣子搞 大家都不用做事了 你要去選基隆市長嗎 謝國良已經連續三天 在台湖車站 今天才變成連續感 我是覺得這樣子要博取同情跳 對他來講是沒有什麼幫助 還是要看到市政績才有辦法 蕙燕 其實這個差量 根本還沒有經過選委會 成立或駁回 所以這幾天 謝國良根本沒有什麼 在罷免期間 可以或不可以 這個宣傳的問題 他走來走去 發的那個東西 他也一直跟大家講 至少 都脫掉了 8